大家好,今天我們就請傑羅幫我們介紹十三章 好,那我開始分享我的東西 今天大家其實很常聽到可能也大概知道原理的 Peter Markov Model 那首先的話,他的精神就是Markov Chain的概念這樣子 那為什麼講這張之前呢?先回顧一下過去的一些章節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比較強的假設叫做IID 那IID可以幫助我們做接受很多運算的麻煩 因為每個資料基本上如果都是IID的話 他都是獨立的,他不會互相影響這樣子 那IID有他比較基本的定義 簡單來說就是他必須是同一個distribution 而且每個dataset的資料必須是independent的 那這邊的話有兩個變數的IID的定義就是 反正他都是來自同一個distribution 這個系列會一樣 那如果說是兩個變數 他其實這樣 最大問題就是說這兩個如果不是 不是底片的話是裡面要拆開的 但是如果是底片的話 你可以把這兩個變數拆開 所以可以變成兩個的成績 那這是多變數的部分 那一般來說 我們大部分遇到都是多變數的部分這樣子 那IID其實是一個比較簡化的assumption 所以可以幫我們簡化一些分析的方法 但是在現實中的世界 其實你的我們的資料 基本上不太可能是IID的 就舉例來說的話 假設我們今天是一個天氣預測 我們如果用IID的想法是說 每天下雨的機率其實是 是來自一個機率分布去拿到的 但是事實上 下雨天本身是有連續性的概念 就是說我昨天如果下大雨 今天也有很大機率也會下雨 可能只是毛毛雨或是更大雨這樣子 所以不太可能說我下雨的天數是獨立的 每天都是獨立的 那我們最常用到的RN基本上 一個句子的組成 如果認為是一個合法的文法 或是大家都聽得懂的句子 基本上你的前後的單字要有一定的關聯性 出現什麼單字就要搭配什麼單字 而不是隨機的單字去組成的 那更更精確的像是一些股票的預測 基本上遇到的問題也是一樣 就是你之前的股價會決定未來的股價 那這章節主要的精神就是說 我們知道過去會影響到現在的東西 但是我們要如何 找這樣的model來做這樣的預測 那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到底要看多元的資料 來當作所謂的影響程度 那以一個最簡單的general phone來說的話 它的join distribution概念是 我今天如果要看第N個點的話 我基本上要來自於過去1-N-1個點的成績 那這個次子展開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第一個點 我沒有過去可以參考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機率 成長我第二點我要看過去這個點 第三點我要看過去兩天的結果 第四個點要看過去三天的結果 這樣一路成長去就是一個標準的join distribution的顯示 但是這樣運算其實太複雜了 因為你會到你會發現到後來會 會有一些就是這個變數會越來越 你要存的那些pyramid會越存越多 那所以就是會有一些比較 比較release的方法 那就會有所謂的unorder的macbook chain的概念 unorder就是說我只看前面幾次的影響 那以最簡單的概念來說的話 我們是用forced order來看的話 基本上它的定義就是說 我的資料 這是secure的資料 12345是secure的資料 然後我的第二筆資料 可能只跟前一筆有關係 就第一筆有關係 那第三筆會跟第二筆有關係 這樣的話我可以 我可以大幅把我的pyramid大幅的減少 這目的就是說 第一個是為了要減少pyramid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要 方便我們做一些模型的那個參數的 我們要找參數會比較好找這樣子 那基本上它的想法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是一個 我們常見的macbook chain一接的話 其實你會有機會收斂到一個穩定的值 就是你跑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state基本上可能會穩定 所以說穩定之後 其實這個p givensn-1得到psn的那個條件幾率 基本上會是一個穩定的值 所以你就可以 由一個state乘上這個p的幾率 你就可以知道說我下一個state要去什麼地方 這樣子 這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們以外那種homogenes macbook model這樣子 那這些perimeter其實在地本能力來說 其實你可以想說 它就是一連串的那些weight的period 我們去推過 所以我們先為給它一些資料 乘上這個weight或是乘上這個幾率 我就會知道 未來下一個值是什麼樣的東西 這是聯動是一樣的的概念這樣子 那在這邊的話 如果說當然我們現實中的 就是現實中的就是 那不確定不太可能只有看前一天 我們可能會看前兩天 前三天甚至看很多天 所以我們的model就會有一些所謂的變形 那一界的話是長這樣 二界的話就是我會看前兩天的概念這樣子 那這就取決於我們想要做多 多複雜的模型的設計 那如果說有些東西其實 可能下雨 比如說以下雨天來講 它可能像有颱風天這種東西 它頂多是三到四天的影響 所以其實你可能 以天氣來講的話 其實你只要看過去一個禮拜的天氣 你可以做一些相應性 甚至有些比較直接的話 可能只要看前兩三天的結果 你就會遇到下一筆的資料這樣子 所以這取決於你模型的設計 跟問題的複雜度這樣子 那這邊有講到一個東西 所以我如果說我有無限大的運算資源 基本上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 我可以盡可能看很多 很切片級比的NNB的資料 但是這就會造成我們要探討這個 Compensity的問題 那舉例來說好了 我今天有上個State 我T解釋是上一輪 T是下一輪 那基本上我如果要去記所有的Parameter的話 我要記 3乘3總共是9個Parameter 每一條線都是上面都有一個的變數 就是代表我1到1的機率 1到2的機率 1到3的機率 我必須把這些Parameter全部都記下來 就是3乘3 但是事實上我不用記到3乘3 我其實只要記到K乘K-1 為什麼 因為當你知道1等於2 1等於3的時候 其實1到1這個 這文號你也可以知道 因為這是 他機率是很等為1 所以這個可以我們知道問號是0.2 所以基本上我要存的變數 可以再縮減成K-1這樣子 但是基本上你如果是 以一個一階的Markov-Chair的話 基本上你免不了要避免K乘K的變數的量 那這個K是我的State 那我這邊是假設說我是一個離散的資料State 那當然後面會講到說 連續的要用高色的方式來做分析 那我們這邊先用離散的概念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K乘K 那如果當我今天變成是Second Order的時候 我要看的就是 因為我畢竟我剛剛講的例子是有 我三個State 所以我3乘3就會變成9個State 所以我9個State要Map到下一輪的1,2,3的State 所以我的變數就會變成9乘以12 那這邊就演出一個很多問題 因為這邊有一個指數問題的存在 假設我今天要看M微的 過去M-1微的天數的資料 我就知道K乘上M-1 一個這樣子的指數指標 然後再乘上K 那這個乘下來就是K的M次方 那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如果說 因為我們知道Exponential的話 基本上是對於數量很大的東西 會造成很大的運算困擾 所以這件事情 比較不適合 就是如果要設計這樣 離散的State 如果要選擇的方式去做M-2券的話 基本上會不適合用太大的M的字這樣子 那所以就會有些做法是我們可以去改良 那一般來說 我們會 我們連續期的話是會用另外的方式來做取代 好 好 好 那這邊一個簡單商品就是說 我如果是用Discrete的話 基本上 你M不適合太大 那如果是Continue的話 基本上 因為Continue 基本上 你 就必須用某個方式去逼近 那一般來說 在做這件事情的 我們是會用 線性高斯去做 它的Discrete的退估這樣子 那高斯其實就會簡化 因為高斯其實只有兩個 主要變數 一個是MIM跟那個BARIOUS 這兩個變數 就會去畫一個高斯分布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也知道 Neuro Network它其實就是 很多很多很多那個 Node去組成的 好 所以其實 不考慮到時間點方式 M-2券它跟Neuro Network其實很像 但是差別就差別在 它為了要解釋 有時間性的一些特徵的時候 它用了一個叫做LatenVariable 我們這邊以後 這個這本書裡面 都用ZN來代表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今天的資料集 出了1123456到N筆資料 我其實還有一個隱藏的LatenVariable 在影響我這個值 那我這邊大概講下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就是說 我先講一下這邊這一塊 這邊這一塊就是說 就是說我今天 我們把它簡化 其實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我會看前N階的 但是 這邊已經有點複雜 所以這邊我們一般都簡化成 就是說我只看 應該說 我N加1其實跟N-1是沒關係的 我的N-1其實跟ZN有關係 就是我只跟前一次的那個變數有關係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的 Function我就會把它展開 那當然我們會有第一輪的Z1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那個 1-2-3-3-10這樣子的成績把它撐起來 那XN其實 應該說我如果能把State Machine 就是這個State 定義清楚 也知道它的怎麼會 那些轉字的那些機率 我都會算出來之後 我其實SN可以用這方式去推圖 所以我只要有 ZN的值 我就會推出 SN的機率的分布這樣子 那這是就是用這個比較麻布線的方式去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它的核心精神大概是這樣子 這部分應該不會很難 那它的概念就是剛剛這個圖就是用這樣畫出來 就是你這邊的Z1 Z2到Z等於N加1 基本上它是有時間相依的關係 那每個時間相依其實都能產生一個對應的S1 S2 那一般來說如果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資料分析的話 就是像我們今天要分析一段字的組成 那Z就是我們一般來說就是 model裡面的那些weight 我們可能不會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會知道說我把這weight輸出之後 我可以得到一些資料 那S1 S2是已知的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觀察的資料這樣子 所以透過這方式我們可以把 資料用這個model去產生資料 那更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東西可以訓練 訓練完之後我其實可以預測 N-2下一筆資料長什麼樣子 雖然說我可能只看了S1到SN加1 但是我這個model已經寸好 這變數都已經寸好了 我可以去預測N加2 大概是會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這邊 ZN加我會退出來 因為我裡面的參數假設 我都已經tune好了 我都已經知道它的對應是什麼樣子 我會去退出SN加2的字這樣子 好這是macbookful model的概念 那我們既然有Z 所以這邊其實它的核心就是 Header-macbookful models這樣子 那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來講 因為在這邊變數有很多 所以其實 Header-macbook model其實只分兩塊 上面這塊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是一個State純粹的概念 就是說我今天 這是我的Z 我的Z裡面會有不同的State S1 S2 S3 每個State它會有轉移的概念 那基本上我這些變數 我這次舉例 這變數是一致的 但事實上 因為它是Latant Barrier 而且我到時候可能拿到資料說 我只會拿到S1 S2 那S1 S2 就是我剛剛講的下雨 下雨一些特徵 那這樣的東西基本上 你就要去反推這個變數 長什麼樣子的概念這樣子 那我有Latant Barrier 假設我這邊是舉例說 假設我Latant Barrier 完全知道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可以完全去算出 S1 S2是多少 那這就來自於 這邊都是機率 我今天到某個State 我其實可以大概知道說 有多少機率會到S1 有多少機率會到S2這樣子 那這個都是 只要我們把一個Model 算好的話 基本上 你可以透過HiddenModel 你可以一樣算出S1跟S2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那課程上 其實它定義的話 就是說 這個Z1 Z2 它其實是一個Factor 裡面是有好幾個變數 那好幾個變數 以三個世界來講的話 裡面就有 就是3乘3 就是9個變數 就是 它會記錄 這個綠色 紅色 藍色 代表每個State的狀態 K等1 K等2 K等3 那我今天A22 A21 這個代表 這是機率 就是說我多少的機率會從 2到1 然後或是1到2這樣子 那它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它其實第一 比較像是這樣子的定義 就是說 就是說我 JK代表的是 我從J到K的機率是多少 也就是這個A21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要用這個A的概念 就是說我今天多了一個東西叫做Z1萬到G多 也就是說我這個A21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字 它其實是會受到上一輪的影響 也就是說我每輪A21都會因為一些東西而改變 所以它的定義會比較像是說 它的存在性率會比較像是說 我由J到K 其實我會來自於上一輪ZN等於1的變數 然後會到我這一輪Z等於N的值 所以我的定義其實不是這樣 而是要考慮ZN-ZN的相關性 就是我前後的相關這樣子 那我把整個式子寫下來就是長這樣子 這其實有點繁瑣 但其實它的概念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每一輪你要去算下一輪的 你其實要考慮到前一輪的結果 前一輪的變數跟前一輪的Status 你去 你就可以推出下一輪這樣子 那也就是這個技術方式 你會拖漲轉移方式去得到這樣子 好 那 這是 假設說我們ZN都是Discrete的方式 在後面掌描所有的ZN都是Discrete方式去做分析 那 我既然要算吧 所以其實我在算這個東西 其實我就是把 這個矩陣ZN-1 我變到下一輪ZN這樣子 那我每一輪其實都長這樣子 就是說假設我是 三個State的話 我從1到1的幾率是0.2 1到2是0.4這樣子 這樣幾率這樣子 那 當然 在算這個時候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70的 Z1 因為 Z2是有Z1來的 ZN是有ZN-1來的 那 Z1 要定義嘛 所以這邊定義是一個 Marginal Distribution 這樣子 就是我把 一開始70 70這個矩陣A 的東西去做Marginal Distribution 我們可以算出 Z1等於多少 所以其實Z1也可以拿到這樣子 那當然會有問說 這邊我讀到會有疑問說 那A1怎麼來的 其實A1在很多地方是 後面有講到如果你要算 算一個 直接參數的話 其實有時候是用隨機方式去產生 就是我一開始直接給他一個 隨機的字 後來慢慢去Tune Tune到一個 收斂的字這樣子 這可以去 推出來這樣子 這樣子 那 剛剛講的這塊其實就是比較Focus 在 這一塊 我的ZN其實是 會一直改變的 這叫做Trailis 這樣子 也就是我們位置的一些隱含數 那事實上我們比較關心的是這個東西 Fire這個東西 因為 這東西我其實看不到 這是Model寸號的結果 那這個是 由Model裡面 在乘上一個變數 得到我線中觀察的資料這樣子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討論就是這個Fy 要怎麼Tune這樣子 好 那在這邊的話 這個Fy其實就在這邊定義叫做Emission Probability這樣子 它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其實是 你等一下後面講到它會有 就是我們要求的 這只要求完的時候 基本上所有的ZN Fy的存知性 都解完了 所以關鍵在這個Fy要怎麼Tune這樣子 那它的定義就比較像是說 我今天有了 存知性的那個一些 子跟Fy的一些變數 我可以知道說 SN長什麼樣子 那這之前可能會算是紀錄就是 我現在落在哪個State 那快是這些A1 A12這些裡面子的一些 是多少 那在地本能力來說的話 它就是一些未來的子這樣子 好 所以我今天 如果把它選成Generable的話 就是長這樣子 我必須去算 K等於1到N個Status去成像 我可以把整個Fy全部推出來這樣子 但是這個Fy基本上 很不好算 因為這個還蠻複雜的 所以你可能會有點問題 所以這張減之後 所有部分其實都是討論說 Fy怎麼去計算這樣子 那這邊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說 大概講一下這課本上的例子 那 S就是我們講的E 就是我們所謂的Observed Data Z是那個Later Barrier 那Fy是我們要求的 那Py是起始的一些條件 A就是剛剛講的那個State 之前轉字的那個Wait 那這個Fy是高4的一些的值這樣子 好 那 以這個案例來講好了 一開始我可能 我的點 假設從這邊出發好了 我點在這一點 那我當然會去問我自己說 下一輪我要到什麼地方去 那因為 這邊有個高4的中心點 那他 他離這個高4的點比較遠 所以其實 你在這邊 很大距離是你會跳到 就是正常來說 你在這邊這個點出現之後 你下一個點 透過存進行方式的話 其實你很容易落在這個地方 但是當你離中心有點遠的時候 他這個值其實有可能就是 會有一定的就是你 你用麥克風 券的話其實有一定的機率 會跳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我在這邊 我的自己可能就像這個概念 我自己可能在這個地方 或是在這個地方 我可能很高的機率會跳到 就是如果在某些比較極端的地方 我可能會跳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我這個點 基本上 如果離這個中心遠遠 我可能就會跳到這個藍色的 就可以等於三色的地方 那我跳過去的時候 我其實會在裡面 跑一些State的轉換 那S1是 這個是 G.1 G.1 G.2 G.1.3 那S這個值 0到1 0到1這個是 S1跟S2的值這樣子 所以我用這樣的方式 我就可以產生一筆資料 在這個地方 那 這個機制就是 好 這個機制其實就 就這樣子 就是我 其實我的資料就是 可以用這樣方式 我去產生 資料 那我可以做到分類 就是說 紅色點 紅色點 藍色點 綠色點 其實它會各自 就是在這些選 產生這樣子 用這樣的方式 我可以做出一個 用 Heat Markovit Chain 產生的結果 這樣子 好 那 既然你有了State的定義 那當然了 你這邊就會做一些設計 因為 這是一個Fully Connected的概念 但事實上你可以做不同的設計 像這邊 其中一個變形就是 Left to Right的 H&M 那它的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 永遠只有左到右 也就是說 我小到大的State 我不會回去的 我只要一回到這邊 我就 我就提到這邊這樣子 那如果轉到這邊 我就提到這邊 所以我的資料 這樣進來的話 我 我可能會 最後會比較容易落在 Kate Markovit Chain 這個State這樣子 那如果把它轉成一個 Graphic的話 當然還是長這樣子 那我既然資料會依序 只要有電機率往下 我就不會回去這樣子 好 好 那 這邊只是講 什麼是Hidden Markovit Model 那現在就是講說 這個Cita要怎麼求 這個Cita要怎麼求 那一般來說 求Cita 我們一般來說 都是用Maxima Like Lighting Who 來做 那回顧一下Maxima 他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有個Function 未知 不想求Cita 基本上 我們就取LOG 取LOG的目的 只是讓這個成本 變成加法 好 那加法 加法 其實我們就可以 我們要求的是 這個L的最大值 那最大值 Cita位置 所以基本上 就用偏偏偏偏的方式去求錢 你就可以拿到最大值 那你就會算出 Cita等於多少這樣子 就是 這是Maxima Lighting Who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導入Maxima Lighting Who 方式去解這個Cita值 那可是 基本上 我們要用Maxima Lighting Who 去解這個 這個Cita 最大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多了Z 而且Z是跟 時間有關係 就是他跟時間相依性 跟千惡相依性 所以你 不能用這方式去解 所以就要用 EAN的方式 EAN的精神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 他是有點遞毀概念 我一開始可能不怎麼準 但是我每回合 我就去 稍微修正一下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他就是所謂的 我們一般說 EAN的概念就是 一開始我們會隨機拆一個 Cita值 可是 倫等的 或是你可能有一些Domain 你可以 時間設計一個Cita值 那你就開始去 你就定義 這個Q 這個值 就是我們所謂的 expectation 你希望讓這個Q 越大越好 找到某個Cita 讓這個越大越好這樣子 那 S是已知 因為S是質料 Cita值也是質料 那變化量 那跟這個Cita是未知的 用剛剛 所以這邊就導入剛剛講的那個 Maximal Lagging 方式去求這個Cita值 那你每求一次Cita值 你就更新一次這個Cita值 所以 用這個Root的方式 你可以持續找到最好的Cita這樣子 所以 你如果說Maximal Lagging 不知道解釋問題 基本上 就是用這種 递回方式 一步一步去逼近最好的值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的Maximal Lagging 在找H&M的Parameter 也是用這方式去做 那這邊會稍微複雜一點 所以我 講他的精神 那 一樣概念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用一樣的概念去導入的話 其實你一開始也要隨機拆一個O的O的值 那他要去求這個Cita 那多了一個Z的話 他的形成是會長這樣子 他會 就是你會有一個Posterior的Distribution 這個是 可以算出來的 因為你有 你有Cita跟X都是以致的 你可以算出來 那你要去做的Mess 就是要去做這個Log PSZ的Cita 這個Cita就會去算這樣 所以前面都是以致的 唯一不知道就是Cita這樣子 那這東西不好算 因為 畢竟我們有多了一個Z 那我這邊 他這邊就是說 用一些比較 這邊就是開始拆解這些字 那拆完東西長這樣子 那 他為了要方便解釋這東西 所以他要定義了兩個 兩個變數 一個叫α Gamma跟Zeta這樣子 那你有了Gamma跟Zeta之後 你可以把整個式子再把它拆成這樣子 好 那 那 最後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最後要解的就是 假設我A,Z,K是 一開始我可以隨機 隨機選一個 其實我要解釋這個 FindingK這個字 就是我們所謂的高式 那個變數 要多少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說 其實解解解解解 要說其實 關鍵就是這個要怎麼算 Gamma跟Zeta要怎麼算 你有這個值之後 你可以 你的A,Z,K可以有前一輪的去做 退過 因為一開始我們 我剛剛有講過 A,Z,K這個東西是 來自於前一輪的 那最前 最第一輪的 是你給他 隨機給他一個字 那PiK是Initial值 這也是可以 最最原先的字可以去算的 那實際上就是說 你把這個變形的這個Gamma 跟Zeta去做退 就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的章節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Gamma 跟Zeta要怎麼算 那這邊有它的定義 就是說 Gamma是定義 就是Marginal的Posterior Distribution 我就是考慮 X跟Zeta 我可以去看這Gamma的幾率是多少 那Zeta比較像是關鍵的概念 就是說我前一輪跟這一輪 的幾率大概是多少 假設我給定 觀察的資料跟一個猜測的Zeta 我第一輪是這樣子 那如果有期望值概念的話 其實我就是把所有 自己的State 可能去乘上每個K個State的幾率 去乘下來 我可以算一個期望值這樣子 講是講很簡單 但是其實這個G不好算 所以其實這部分就是比較像是定義的概念 我去定義說 每個State的幾率分布 乘上每個Z的State的幾率 我可以算出這個值 那Zeta的話基本上也是來自於 它就是比較像是來自於前一輪 跟這一輪的轉換的幾率 在乘上每個State的幾率這樣子 好 這是求出來的話就會得到這個值 但是這個值並不是最後的解 這只是把這四值全部算完 然後你還是要用MASMAR LikeQ方式 去找Zeta值值多少 找這個AZK Zeta可以讓這個 整個幾率分數最大 才是真正完整的解 這樣子 但是這邊先Focus在這個 GAMMA跟Zeta的部分這樣子 好 那 這邊就是 在最早一個章節 就是說 假設你椅子GAMMA跟Zeta 因為GAMMA跟Zeta 這東西算出來 算的方式 大概這樣這個PIK剛剛有講過就是 就是最最前面那個 起始的那個幾率 幾率分部可以用 用這種方式算 那AZK是每輪的那個 幾率的轉值的幾率這樣子 那差別就差別說 你這幹嘛不好算 價也不好算 如果這東西都是已知 康史的話基本上 這東西馬上就有解剖了這樣子 所以在 好 那這句延伸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Zeta有三個變數 一個是Pi 一個是A 那當然還有一個是 我們高四人名的PIK這樣子 那如果說以高四人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 你只要給定平均跟Variant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高四分佈 那平均基本上 就是以我們傳統的話是 每個點的平均 但是這邊的變形就是你要乘上一個 就是Gamma的Z的 的分量去乘上這樣子 那一樣ZK基本上 SigmaK基本上 你也要是用這樣方式去乘 所以關鍵還是在Gamma 這要怎麼求這樣子 所以Gamma怎麼求 是下一集的重點 他用了一個東西叫FOR BWO的Algorithm 那這個精神其實 從字面上來講 就是說他其實 比較不是說 不是Costform 他是由最前面那邊推到最後面 再從最後面 回推回來這樣子的方式 那他用的 那個Properability 是用 就是2007的 就在那邊論文去用 那這只是一個推導 後面就是用這些推導去換算 這個值怎麼算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就放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好 那我現在要算Gamma 那Gamma 基本上 用貝斯定義來 講話 就是你把它 猜成變成定義 就是PX幾率乘上 Given那個ZN 等到PX幾率 再乘上PZN這樣子 那用這樣方式去解的話 其實你就 我們把真正的變數帶進去 用上一輪 前面的東西去帶 其實你可以把它猜成成 E到N E到N ZN 乘上P N加E到N ZN這樣子 那這東西不好算 所以又再把它 Gamma 再把它猜成成兩塊 一個叫Alpha 一個叫Beta 所以他後面又在講說 Alpha貝斯怎麼算 算完之後 我有PX的幾率之後 我Gamma 就會知道這樣子 所以後面就是在做Alpha 跟貝斯的運算 那 直接先破題 所謂的Alpha 在這邊就是 Forward的概念 由錢推到後 那Beta是由後推到錢這樣子 那這個Function就是這樣定義 那一樣Alpha它開始拆解 那這個拆解方式是用最前面 剛剛講的這些Condition 就是 就是 條件進去的Powward的去 去推到這樣子 那 這邊我大概有Trash一下 基本上就是 一直帶換 所以帶換完之後會長這樣子 他為什麼要長這樣 是有個原因的 因為 看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知道 前一輪也可以知道 唯一不知道的Alpha 其實可以由上一輪知道 所以我就會把整個式子 算出來 那用這個圖形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Fowward的方式 也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 我今天以致我是怎麼State的 我當然就可以知道 我這個PSN是多少次 那 我唯一不知道的是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 前一輪得到的 前一輪得到的 所以我一樣 我這個雖然不知道 但是我會有前一輪得到 那我只要知道最最一開始的那個Alpha的話 我其實 Alpha的話我其實可以 從最前面一路推下來這樣子 那這邊有定義 我第一輪要怎麼推 第一輪的話其實 就是利用這個G1值 G1值前面有講過是用PiK去求的 所以我可以用這方式 我就會把他轉成是一個PiK的 就是我們高式分數的那個 變數裡面的值去推導 好假設我以致 我隨便猜一個高式分布的那個值 我就可以把AlphaG1算出來 我算出來G1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每一輪的K等1 K等1K等3 基本上我都可以算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分布方式 由前往後退這樣子 那這個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觀察 因為我 我畢竟我有一些 S1到S2的資料這樣子 所以我觀察到這些資料 我就可以去算這個東西 所以整個Alpha 基本上是可以完全解出來的 那他的時間複雜數 就是K比方乘以N這樣子 那就是你的資料B數這樣子 好 那 前面有講過 你要算這個 我們現在只算要Gamma而已 就要有一個Forward 還有BW BW是Beta的部分 好 那Beta的部分 基本上 一樣用剛剛的Continue條件去代換 他是N加1到大N這樣子 那一樣推推到最後 他可以得到這樣的形式 這樣的形式 跟剛剛不一樣的理由在於 我後面圖形來解釋好了 你今天要拿到GN這個 這個的 條件 條件幾率 基本上 你是要看下一輪的 那這邊 這邊這個 SN加1 ZN加1 跟P N加1 ZN 這個是已知的 唯一不知道是這個東西 那他的做法就是 他有定義 那這我其實沒有很快 他是一些細 但是 他是想說 我最後一輪的BetaZN 我是定義的E這樣子 所以我的方式反而是 我從後面E 反退回來 我說 我這邊是E 所以我這邊帶E 然後乘上這個E字 E字會說這一輪 那N-E就是有上一輪的 這個BetaN去求 去求 所以我 基本上我可以把整個BetaZN 也算出來 那這個方式是因為他是由 後往前的方式 所以這是 他就是被握方式 所以你有了FW跟被握 基本上 我前面講到 我們如果要求這個大Q 要去MAS 基本上你要先把一些細項先算出來 那Alpha 就是那個Gamma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把它轉成Alpha跟Beta Alpha跟Beta Alpha是剛剛講的FW Beta是後面的BetW 所以有了Alpha跟Beta之後 你可以反推回 它的平均MU是多少 你就會算出一個高4分目的一個值 那 另外一個的話是 除了Gamma以外 還有一個Zeta要算 那Zeta其實 因為剛剛的Alpha跟Beta都算完了 所以其實 用剛剛的Continue的方式去 去推導的話 基本上 最後也是會變成Alpha跟Beta的變數這樣子 那這兩個都會由 觀察的資料去算出來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Zeta也可以算出來了 好 那 講了那麼多 其實用一個上面來講 會比較清楚一點就是 這是 這是 Hidden Microfoot Model的原型 長這樣子 那 我想要知道 Zeta值是多少 所以我 我是用那個EM的方式去 一步一步更新 所以我每一輪 只要拿到一個Zeta前一輪的值 去求最大的 我就每輪更新 直到Sodian回值 好 這是定義 剛剛前面講過 那現在就是說 我會要展開這個Zeta 我再把這個Zeta 把它展開 那Pi跟A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我其實 就是 一般來說 我們會論的方式 用你縫容的方式去 隨便選一個字出來 當作 Initial值這樣子 那唯一要求的是這個 高斯 高斯這個分布 那高斯分布裡面 他的兩個 主要的變數就是 min跟various 那這東西 如果是傳統的話 我們可以由Data 得到 好但是因為我們多了一個Z 所以其實我們在展開過程中 會多了一個叫α 跟Zeta的 的方式 那這兩個方式基本上 又要 又可以從α跟β去求 那αβ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有了X 你可以反推一個Z 從最早的Z到ZN 那你也可以從 後面大N 反推回ZN這個字 所以這樣子的方式 你就可以用這方式去 解開這樣子 那書本上有提到一個地方是 你的Data不一定要取 全部平均 它可以用kmin的方式去做 那這邊細部 我不了解 是說它有這樣的方式去提供 這樣子 好 所以整個方向是 怎麼樣 用MASMA Lightning 方式去求到hidden microphone model裡面的變數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先 先停一下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我再繼續下一步 我再繼續下一步 喂 有 你好 就是我想要問 就是好奇說 就是EM方法 那這裡求Theta 更新Theta 有點像是M 就是找一個比較好的參數 然後去讓可能是Q或什麼elbow 讓它變大嗎 那1的部分呢 就是怎麼看 你說EM的部分嗎 對1的部分 就是一個是期望 一個是最大 那期望部分 就你有什麼評論這樣子 一般來說 因為它這邊也沒有講到很細 但是一般來說 你EM的核心還是MASMA likelihood的概念 那MASMA likelihood 我們一般要找 最大值其實就是做偏回分 我如果把所有的變數全部都都展開 每項沒有很複雜 其實你 你再取個LOG 一般你要取LOG 因為取LOG才會變加法 那加法之後 其實你每個變數在取一個LOG之後 再做偏回分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 就是一個可解的變數 那你用什麼方式 就會把CITA解出來這樣子 這是我對他了解的 因為他這裡 他那個PIO PGS是連成的 就像Gero剛剛講的 那就是我 我以為說EM會是 期望部分是先找一個適合一點的假的Posterior 是 然後盡量接近圓分布的Posterior 才能讓KL divergence變小 然後才下一步就是我們就我們找到的那個 就是假的那個能找到最好的Posterior 然後去再讓 參數 模型參數 讓他讓Elbow變大這樣 好像比較像這裡 就是這兩個感覺像比較像M嗎 我覺得那邊也 因為這個我覺得也很像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們之前講 去找兩個最相近的Q跟QO這樣子的概念 是 對你講的也沒有錯 我覺得這樣很像這樣的概念 好 謝謝 這可能要去細讀一下EAN的一些精神 那EAN基本上 就是說 我先講一下我之前讀過EAN的精神 EAN精神比較像是說 一開始你資料不是很多的情況下 你就隨便 你就隨便推估一個最大的Q出來 可是你的資料會越來越多 你觀察的資料會越來越 越準 所以你每一次都去更新它的 變數 每次都用MexmarLine去更新你的CID 所以到最後你一直更新 到最後它就是會一個 那 最大差別是 剛剛跟你講的最大差別是說 如果是我們傳統在解地本論理的概念 是 你可能 它的那個 觀察你的Data是固定的 所以你每次在做更新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 找一個最相近的去更新 但是 這邊比較不是這樣的概念 因為 這邊有多一個Z Z是說 我的時間會變動 我今天觀察到的資料 可能會隨著我的時間會 有一些改變 所以我每一輪更新的概念是說 我今天看到 我今天看前十筆 我就做一次更新 後來後面再看前十筆 我在做一次更新 所以每次更新 都會越來越準 因為你的資料會 越來越廣 越來越符合它的Distribution 所以你在做更新的時候 會越來越準 所以EAN比較像是 它是有點像是說 資料會一直進來 一直改變這樣子 而不是一個固定的資料 繼續做訓練這樣的概念 這是我理解 就這樣子 謝謝 好 那我再繼續 好 基本上做H&M做這麼久 其實一個精神就是說 你要做Predict 因為現實中 我知道前1到N比的資料 我會希望下一個N加1資料 是什麼樣的資料 那我這邊有講到 我這邊有圖 這邊有圖的概念就是說 假設我這邊切一刀 我給它S1到SN 我去訓練這個 Z1到GN 那這邊有想法要再講一下 就是說 自己的維度 自己的Statum machine 是我自己定義的 那我當然可以 依照我的問題 我可以定義100個Status 我可以定義10個Status 就不管 反正就是我定義好之後 我用剛剛的方法 會讓它知道 我去存出一個Z1到GN 最適合的機率分佈這樣子 那有這樣的東西 我就可以在下一輪的時候 我就產生一個SN加1這樣子 那SN加1是一個 剛剛講過的 它可能像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0到1 我會算出兩維度 所以我就會把 下一輪 我可能會知道說 據來說好了 我可能會很高級 假設我已經落在這個點 我可能下一輪 我很高級率 就會落在這個點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就會推出 有那個 許多方式的Data這樣子 那HN還有一個好處是說 畢竟 陳靜音State它永遠都不會是 它會存在一個機率是 會跳到某個地方去 所以它有時候會讓 讓一些資料學習的時候 上一輪 這純性的方式 你不管怎麼樣 你都有一定的機率 可能會從3跳到 這種機率很小 可能還會從3跳到1 所以它會有 有時候會讓你去做一些探索 就是我今天產生的資料機 我不會保證說出現 ABC就一定會出現D 也許我出現ABC 下一輪有一定的機率 會出現EFG之類的東西 那它就會產生一些多樣的組合 那這可以幫助我們在做一些model 如果說我們調到一個 local命令碼的時候 也許用HNN的方式 你可以有一定的機率 會找到一個從來沒有看過的 的組合 這個組合就會 也許後來算出來還不錯 所以就會有一些比較好的方向去找 更適合的位置這樣子 這是HNN的優點這樣子 那這邊只是跟你講說 我會算N加E怎麼算 那數學部分其實 前面大概都用前面方式去替代 這個有戲劇在細看 但是我覺得這沒有到很難 那主要就是說 它最後的精神是你可以算出 你只要有剛剛講過前面 你有alpha 你可以把這個整個推出 你只要有NN的值 你可以推出下一個這個 因為你有自己的 你也可以算出自己N加E 所以自然的話 你就會把SN加E推出來這樣子 好 那有些地方我沒有講的細 但是我大概講到課本學的東西 就是說 你除了傳統的Original的Hiton Markovon Model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做一些可調控的部分 也就是說 我其實可以在我的LatenValue出來的地方 我可以給他一個Factor 這是課本講到的Factor Graph 那我這邊也可以加一個Fy 就是沒人到沒人可以做一些Fy 也就是說我其實可以讓我的學習不要那麼的 我可以調整我的學習 甚至做一些修改 讓我這個Model可能 比如說我可能我會希望說 後面的weight 前面的weight可能比較不重要 後面的weight比較重 所以我會把前面的那些 輸入可能看的比較沒那麼重要 所以我會用調weight的方式去 改變我的什麼Model學習的方向 這會 其實這越來越像Db0的概念 就是有些東西 我們可以做一些 參數的調整這樣的概念 好 那定義就是我今天可以把 這個g就是hz1這樣子 我可以定義是 z1的數來hz1 再乘上某一個變數 這個gb這樣子 那fn是講這個phy 就是我前面跟這個問題的定義 這只是定義而已這樣子 好 那其實這邊有提到一個 Hidden Markov Model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 Betified Algorithm 那這個我是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 還蠻龐大的一個 但是書本上大概只講他的一些 精神的重點 所以我這邊只講一個概念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要嘗試做一些 model的設計甚至組合 我想要知道 某個句子後面會結什麼樣的單字 基本上 我會希望知道說 我會找就是說 比如說我會想要知道說 某個句子後面我會找 這條路徑是最 最有可能的那個單字 我把它跳出來這樣子 但是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你窮舉法會做不完 因為你要把所有的路徑全部看影片的話 基本上 你要看到這個路徑 你可能視線知道這樣走是對 但是其實你可能在我們線上 在電腦在算 你每一條路徑你都要去看 這樣走過來或這樣走過來 就是它複雜度會變得非常的複雜 所以如果你用傳統的方法去找 最適合的單字組合的話 其實你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資源不夠你沒辦法算出來這樣子 那Vitavvy的Auggen 它比較像是 用的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Dynamic Program的方式 它會去每一輪都是做一個簡單的存存 站在儲存 它可以去保證說 我在找最適合的路徑的時候 可以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這樣子 所以它的精神就是 我會用這方法我可以推出一個 Vitavvy的 pass 这PACE就是我今天可以知道说 这个路径是有最大的经历可能产生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 那个Speech Nuggets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 找最有可能的组合 这是他的精神是这样子 那后面大家就是 我这边比较没有 因为我一定没有看得很熟 所以我后面大家就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说MacBook Model基本上 它有一些变性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办法是这样设计 就是绝续的 但事实上你不一定要这样走 你可以 X其实可以来自于前两轮或前三轮 你可以有一些变化这样子 甚至你如果今天有办法知道说 比如说我今天 我今天有办法拿到一些feedback 我在讲一句话的时候 可能可以得到一些 比如说正面回馈或是负面回馈 我就可以把一些外在的一些feedback 当做input 丢进我的model里面去做训练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input output的 heathen microphone model这样子 就是说我要看 我能不能拿到一些input的资料 那我当然就会产生 更有符合dataset的一些资料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 你可以加双轨的latan failure这样子 就是说你有两个 变速在做training这样子 那这样变速会互相影响到你的s5s这样子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后面有一张节 我还没有读完 就是LDS那个我还没有读完 所以我先把heathen microphone model 这边先做一个介绍这样子 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提出来 可以请教一下 你觉得说这种heathen microphone model 就是说他跟我们deep learning 常常在用一些RN或者是LSTN 他的可以比较一下他的差别在哪里 我那时候有看到一些 因为我上网去找一下HN 他的核心的概念 就是说 就我的理解是 他跟RN真的很像 因为你必须是有前面的资料到后面的 我再猜 就是说他最大的差别 应该就是这个macbook model macbook channel的精神 就是说你可能只要少量的资料 你就会你就可以预测 就是预测 就会做一些纯粹的 就是说我认为他的 他需要的资料可能会比 就是传统的RN少这样 因为macbook model 其实你你只要给他几个state 他就可以去猜说 我下一轮可能会到什么地方去 那甚至有一些 你有一些domain knowledge 你可能实现知道他的特性 比如说我去来说好了 比如说你可能知道 那个一个英文单字 动词加受词的一些组合 你可以事先就 给他一些设计好的权重 因为这是比较可理解的东西 甚至我刚刚讲的 那个下雨天天的几率 就是说我赵卓又下大雨 那明天会下小雨的几率 远比出太小的几率高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 事先pretend的一些 Permita可以现在录这样子 那我不确定 RN会做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RN也可以做到这些 但是我觉得在macbook Model 这边它的 它的那个比较会有点 miniful概念 就是会比较一点 比较好去想这样 这是我觉得它的差异 但是如果说你要 用一个很复杂的Model 我觉得用起来应该是两个都差不多 这样子 那个之前有的印象就是说 感觉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几率模型 包含这个Arc of Model 这边的利和S都是随机变数 所以它有所谓的几率分布 对 所以说我们在那些参数 我们要用EAN去 Massimize去得到的参数 其实就是这些 应该类似Condition 对 几率分数 但是Deep Learning那边就比较硬干 就是说它的那些变数 好像都不是随机变数 它就是 但是它就是一些数值 但是它就假设了 这些数值都是有一个很大的 参数组合去产生出来的 然后就应用被握的 Propagation去做圈领圈这些参数 它也有点类似 但是它也不是EAN 就是硬圈 因为它的变数比较像是 我就是尽可能去符合 你这个资料集产生的一些wait 但是在H&M它不会这样说 它会尽可能去产生一些几率的东西 那些几率东西 可能今天是A 有可能明天是B 就是说它会让整个Mano比较有弹性 所以一般来说 用到纪律模型的话 通常很适合那种小型资料 因为资料不过大时候 其实你用传统的地方你会学坏 但是你用这种的话 你会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 可能是减 真的是对的减大效值 这我的想法 不好意思 那个我也想插句话 就是说感觉像那个 变分VAE 就是变分字变码器 好像是有点基于中间的东西 就它是个深层模型 然后它也不像说那个NN那样 它不是单纯NN说 它还有一点几率 然后它的学习算法 感觉也是在做TAM算法这样子 那只是它的比对 是用那个分类器去 看那个图像不像 那我们这里可能另外 有定一些目标的感觉 个人的感觉 是有点像是我还是觉得 VAE有点差距 因为毕竟VAE其实它是做特征萃取 它是要找到核心 它只要找一组特征可以满足 这样子就好 但是它在搜寻这些特征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比较像是地本的那块 就是找一组就好了 不代表说它有些其余东西 就是它好像没有什么其余东西在上面 这样子 我看法是这样子 应该是说我觉得像这种HNN那种啊 它是每一个transition 就是每一个stage都是几率模型 对 但是在NN里面 它只有 NN那部分都是determine 就是决定性的 就是一个函数而已 一个很多参数的函数 就是NN嘛 然后只在后最后面或是中间 比如说像VAE可能是encoder玩 或是output那边有加一点几率 因为有用那种几率是为了要 让它就是说做最小化做一些 就是后面output才会有些几率的概念 是 对 他这个HNN这些去从每个stage都是 所以每个stage 我们都要去model它的distribution 这样子 就很复杂了 我想到这张图啊 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是用 他那种地位 你很有可能会学到一个 比如说这边两次 这边一次 这边四次 就是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对的 但是如果这边一次这边两次 他就觉得是错的 但是在HNN的话 他可能会很随性 这边可能一次而已 这边三次四次也对 这边两次 五次六次也对 就是他学到是一种几率的跳跃 跳跃式的方式 也就是说 这样子会他的 我觉得他的可 可创造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 当然 第一个人你的强项就是说 你给他够多的资料 大到一个程度 他一定可以学到他各种各种可能 但是 有时候就会比较 比较费持这样子 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弹性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今天可以拿到靠影片吗 可以啊 我一定要分享出来 谢谢 谢谢 好 好 因为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学校上机器学习的时候 有些老师他会直接先讲HMM 他不会马上就跳到那里面 对 那时候我就不太知道为什么 而且那个老师用了相当大的篇幅 讲HMM 那我觉得今天 主讲者他还把HMM的EM 再讲得更精确 好像是当初我的上课时 我老师是没有提到的 那我觉得蛮好听的 那那个老师他本身他是数学背光的 他在国外好 就是他大学背光是数学 我觉得他 我印象他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讲这个以后 他才开始讲机器学习 我印象中他那个学习 我几乎都没有讲到机器学习 都在讲HMM 可是我在想他一定有什么原因 讲这样的 我的理解是HMM 他是一个很古老 也不是说古老 就是比地本人影深 古老很久的一些技术 所以他其实有些学校 我认为他可能是开一个一个月两个月 专讲HMM这样子 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懂 那有些老师他是学院派 他一定是从最初技术开始讲 而且我记得有老师讲NLP 那个NLP他在讲那个 他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讲EM 我记得我听到两个老师的课 那时候就是很少有老师像国外那样 就直接跳NLNA 他会先把这个地方一直琢磨 而且甚至他前面一两个功课 就是Master的那个Degree那些学生 他就assign他们一定要把那个EM的那种 程式要写出来 我有发现那个老师他们有这样设计 那我今天对到你这样讲 我就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那个其实这种HMM 它就是在那个语音辨识传统上 就在Deep Learning还没有出现之前 基本上都是语音辨识的技术就是HMM 那个RE就是代表那个FORNUM 我觉得那个 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就是声的声源吧 那你的那个S可以观察的就是每个 类似每个字的语音的feature 这样子类似 那你可以再讲是吗 你说Z是 Z就是那种 就是其实语音辨识它 它有个技术就是 有点像 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它是一种母音的 一些母音或是音 对 然后音节 对音节 那它会产生你听到的语音的片段的feature 就是你的S这样子 所以说你要从S S就是你的语音讯号去回推 RE就是实际上可以再去查table 去组到那些字 OKOKOK 那这种是以前听李宏益老师讲 这个都是在Deep Learning出现语音辨识常用的 现在这种技术也是在用 因为很多在很多状况之下 其实比如资料不够的时候 这个方式还是逢往是比较好的 错率比较低的 那我就想到说 那时候我有去台大 台大的那个 台大也有那个什么 CAMMA共用课程 是不是还是 不是台大的Coursera 是台大的共用课程 那里面有李林珊 因为李林珊 他以前是做DSB 他我就记得他讲的 那个在前面有讲的VIT Viterbi还是Viterbi 我实际上不是比较的 Viterbi 他讲了非常多非常多个小时 我每天都会听到谁讲 因为他只是强迫自己去听 那李林珊老师都会跟所有的学生说 你就很耐心的把我这堂课听完 事实上这将来不管你做任何研究 都会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刚才有在想说 你刚才在讲说Z是音节 然后X是语言出来的 这样就蛮有感觉 因为林珊应该也是 台湾computation跟DS 就是他把台湾电机带到一个 带到一个很新的境界 我看他们电机系只要搞语音 合成辨识的那些学生 其实都是他的学生 基本上李林珊他已经是荣誉教授了 所以他的地址是李鸿逸老师 这李鸿逸那个你也听过吗 OK有有有 李鸿逸老师现在就是全台湾第一把 就是在语音辨识里面 李鸿逸算是第一把交易 他在那个YouTube上面 他有个人的频道嘛 我记得他之前也有把他上语音辨识的课程放上去 我应该也会讲到H&M 一定会讲到H&M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有H&M可以去听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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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这样听完有点开始融会 有点点小融会的贯通感 因为音乐先听Deep Learning再听这个 我是说当你先跳到Deep Learning 其实并不是很好 你回来听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有听到 那种在搞语音课程老师都说 他现在看Neuronet 他跟他们当年在做那种语音课程 那种难易度才差非常多 所以当他抽身出来看Neuronet 他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时候老师我记得有 常听到他们有这样的feedback 对 这样听完觉得蛮有趣的 可能可以去听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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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意见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 可以赶快提出来 Vichael 因为我还有一个 就是LDS 我还没有讲 如果我来得及 下礼拜 下次我也可以再补这一块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那边也没有去 或许你可以在中间就插一段了 就不用 你可以下次就跟我们约你哪一天要讲 就不一定要照 schedule 说可能两天 然后三天就要好 不过你今天想的很好听 谢谢 对啊 顺便问一下 就是说有没有人认识萧斌是哪一位 还是今天有没有来 他有来过吗 我不知道就是下个月 下一次读书会应该是他主讲的 那你有跟他联络吗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我有听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单位一个很年轻的同事 可是因为他跟我不同单位 我也不确认是不是他 你有尝试跟他联络一下吗 我待会我等一下线下 我再跟他联络看看 那如果你没有联络到 我再去偷偷看 问我同事是不是他 ok 因为他好像也是学电机的 嗯 那那这样子就你下一个礼拜 不是下个月那次的读书会 你也就 你如果准备好的话就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把他安插进去这样 可以好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就follow江泽啦 看江泽那一天比较ok 我就跟他一起 ok ok 对 我觉得蛮好听的 我觉得这种课 感觉蛮好听的 虽然听得很抽象 可是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非常非常的好听 其实我们下次要开始用的那本书 其实都是全部都是实力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比较怎么讲 比较容易了解 可是这种像背后这一次这本书一些古语古怪这些有趣的东西可能就会完全很难很难看得到 不过没关系啊就继续可以来看录影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录影都有公布吗对不对 我们这本书的录影 我们这本书的录影 有都会这个上传到YouTube上面去 好那我们其实用什么查就用这本书的书名查吗 不是那个YouTube在那个叫做我们不是有个连结吗 呃到时候我再po出来好了 好 我再把它贴到那个群组里面 好 呃那个连结在那个我们就是Facebook里面也找得到的 哦好 然后我记得老师就是原来我们这个方的这个这个FB的方的他有说 其实他过去读了很多本大部书其实他也都有录影 好像都在他的那上面都有做做Hyperlink吗 对都有的 好啊好啊 我在想可以再花一些时间再重新读 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就是以前上过的这些我们做过的图书会都几乎都有 有绝大部分的都有录影 好好谢谢 那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还是说有什么问题要问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感谢我们Jero 然后下一次我们 我再跟这个主讲者再联络一下 那我们尽快会发布下一次的时间跟那个主题 那今天就暂时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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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